这是2024年最新国产盗墓片 不仅有大长腿 还有丧尸 甚至是失传已久的严甲机关之术 故事开始 因为姐姐欠下赌债 债主找上门来 弟弟白天本想逃之夭夭 还启动了天罗地网 奈何债主武功高强 大侠 你看我弟这铺子 他一定能把我还上债 我是想 白天心不甘情不愿地 拿出所有积蓄 却只够付一天的利息 姐姐建议 拿祖传的铁匠铺来抵债 债主也不慌 从怀中掏出一张悬赏令 殷山脚下西北石里 有一处天机门古墓 相传古墓之中 有一宝物 若是寻到此宝 可领到赏金五百两 数十年来 无数盗墓者纷纷下墓 却没有一个人得手 三人来到殷山 很快就找到了古墓 可墓前却有一道机关门 白天也不慌张 找准位置后 摘掉手套 露出机关手臂 就见五根手指同时延伸 活不其然 打开了墓门 然而 进入古墓后 却并没有看到宝物 中间有四个铜人 抬着一口棺材 旁边还有一个大铁炉 去白天观察 这里不像是坟墓 而是古代处理尸体的地方 虽说很诡异 但既然来都来了 不能空手而归 三人合力推动棺材盖 我的 里面 棺材盖突然被掀飞 随后 一个黑影从古关里蹦出 话音刚落 铁人的双眼发红 铁人复活了 轻轻一脚 就将鱼齿刃踢飞 铁人战斗力爆表 无论什么兵器 都伤不了他分毫 听好白天 及时脱下外套给他 就当鱼齿刃与铁人缠斗之时 白天发现角落里 有个小铁人在动 莫非是傀儡术 由小铁人操控大铁人 白天用棍子 捅了一下小铁人 结果真如他所猜 哈哈哈哈 大侠 你看 啊靠 这一幕差点将鱼齿刃看呆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对付的 竟然是一个傀儡人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过分啊 白天更过分 直接将小铁人给拆了 在里面拔出一块磁石 这时意外发生了 想必这就是天津门的傀儡术 大侠 这棺子里什么都没有啊 莫非这个小铁人 才是古墓里的宝贝 数年来 没有人进过古墓 难道所谓的宝贝 只是个传说而已 贪财的三人一合计 决定弄个假宝贝 按照悬赏令上的地址 去面具人处骗赏金 没想 面具人并不上当 面具人并非善累 眼看就要动手 白天急忙解释 那个古墓中 的确没有什么宝贝 咱们之所以能 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全是因为破解了 里面的机关 此话引来面具人的兴趣 随后 命人拿来一物 面具人邀请白天侍看 白天走进一室 没想此物 竟然真的可以看见过去 不过 却是当年他全家 被灭门的惨状 还有母亲为了救他 被人砍杀的过程 白天吓得贪软在地 殊不知 白天就是天机门 幸存的唯一传人 这也就是他精通 机关之术的缘由 面具人看出他的身份 随后 说出一段往事 数十年前 皇上残暴好战 曾让擅长 岩甲之术的天机门 替他打造了一支傀儡兵 相传着傀儡兵 身穿铁甲 没有肉身 皇帝因此战无不胜 可天机门 为了制造傀儡兵 需要取巨龙的精魄 于是逆天 训养巨龙 结果 却遭到巨龙的反噬 一夜之间 天机门离奇消失 墓中留下镇派之宝 镇龙盘 可让人延年益寿 面具人自称年势已高 提出让三人帮自己 去寻找天机门的大幕 取得镇龙盘 事成之后 不但既往不咎 还有五千两赏金 先行告辞 人生地不熟 去哪里找天机门的大幕 就当三人一筹莫展之时 看到一群村民 围着一位老伯 说他的儿子是妖怪 要杀了他 三人想着 或许跟古墓有关 于是装作妖怪 将村民们引开 最后来到老伯家 董医书的白天声称 可以免费帮老伯的儿子看病 来到房间后 看到了生病的儿子 无痒确实很瘆人 神志不清 被伤害长满了绿家 若不是被绳子捆着 只怕会有大麻烦 白天问老伯 他是如何感染的 可老伯却不愿意多说 还不是因为你们之前造的年 才会造成报应 大神护子心切 当儿子发疯时 竟然用鲜血来喂养 以白天那点医术 根本就没办法 三人还想喂原油 却被老伯赶了出去 谁料 当天晚上 老伯家就出了事 老伯的儿子 已经彻底变异 挣脱了绳索 六亲不认 今后三人及时赶来 欲职人扔出回旋刀 这才救下老伯 你带他干什么 待会就知道 原来白天通过研究 已能控制小铁人 怪物和小铁人打坐一团 不子心切的大神 挡在他身前 谁料 凡被活活咬死 妹妹想去阻止 却被怪物一把推倒 撞死在墙上 怪物意识到 刮不敌众 就要逃走 白语见状 抖手一只追踪剑 三人带着老伯 跟着应迹 追到一处悬崖边 几人顺着吊锁绳 来到谷底 殊不知 此处正是谷木入口 几人在一棵诡异的大树下 找到了老伯的儿子 此时的他 会在地上一动不动 老伯举起柴刀 就要大意灭亲 没想 突然发生一变 一只怪虫 从老伯儿子的背上爬出 这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叨 反倒是惊醒了树上的怪虫 原来 这并非枯树 而是数百只怪虫组成的 快离开这里 死人拔腿就跑 爬到了附近的高塔之上 眼看怪虫就要爬上来 就在这时 发布悬赏令的面具人突然赶到 让手下射出火箭 死人顺着滑绳 逃到了安全地带 手下到处提前准备好的油 快速引燃 形成一道火墙 这才化解了危机 随后 一行人朝古墓深处走去 然而 却越走越慎人 满地的尸骸 犹如人间烈狱 这些人是谁 死前经历了什么 这时 老伯主动说出他们的身份 他们就是天际门的人 原来当年 天际门替皇上打造了傀儡兵 制成之后 皇上派出一支军队 绞杀天际门 而老伯正是其中一员 或许是报应来了 他的儿子在附近砍柴 被怪虫咬到 全家才会遭此劫难 原来是墓中的云况 导致龙面虫丝变异净化 就当老伯忏悔之时 墓中突然一阵摇晃 一行人顺着入口 穿过一处狭窄的山洞 看到几尊雕像 两个手下还没靠近 就被铁链机关 穿兴而过 因上次的经验 御持人居然能躲过攻击 谁知 孤降铁网 将他们隔离在外面 一番操作下来 小铁人顺利拿到 雕像口中的宝石 就当几人疑惑 去哪里找人时 面具人让白天 用机械手臂试试 就在这时 数以万计的毒虫追了过来 几人快速逃进一间密室 然而 门却关不上 眼看毒虫就要来了 老伯手持棍子 冲了过去 替几人拖延时间 想要弥补当年犯下的杀戮 谁知 毒虫太多 老伯终究没能逃脱 但在临死前 从外面将密室的门关上 几人启动密室机关 来到古墓最底部 白天告诉几人 当年 天机门为了替皇上制造傀儡兵 从小龙身体里提取龙精 导致巨龙大怒 眼看就要生灵图汰 天机门用云铁制成的云剑 将巨龙困在此处 自此 再也无法向皇上进献傀儡兵 这才导致天机门被灭门 一行人来到古墓深处 果真看到了一条巨龙 被铁链绑在石柱上 最后 附近还传来了小龙的哀鸣声 这时 面具人的手下 从里面抬出来一个机关盒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么了解天机龙玉 事到如今 面具人也不装了 没想 此人居然是天机门的族长 镜头回到十五年前 最后的龙精在哪里 天机门人不可再窥视龙精 这是族龟 我想让全族火 当年 族长为了躲避给皇上炼制傀儡兵 不惜砍断全族右手 即便如此 皇上还是将天机门灭族 在族长的示意下 白天打开了机关盒 这是运剑 博头 你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 族长阴人多年 只为报仇学恨 有了这只云剑 就可以杀死小龙 愤怒的巨龙就会惩罚世人 被我们暴灭族之仇 一旦激怒巨龙 将会生灵涂炭 白天虽是天机门后人 却于心不忍 拒绝报仇 你把一个把你赌输的赌徒当家人吗 没有他 一个收了我的钱 把你们引到这里的人 谁知 白天突然将云剑和和尚 此局惹怒了族长 双方较量了起来 白天还操控傀儡人助战 然而 对方人多势众 就当两人落下风时 好在御池人出手相助 有了御池人的加入 战局很快发生改变 却也不能久战 白天操控傀儡人 绕到组长身后 想要趁机将他拿下 结果反被他拍碎 白天见此计不成 于是偷偷来到洞穴深处 将自己机关手里的龙精取出 还给了小龙 如此一来 小龙重获力量 冲破封印 随后回到巨龙身边 而巨龙冲出枷锁 在解决了组长后 看到小龙安然无恙 便放弃了报仇 将传东北有五大仙家 分别是胡黄白柳灰 其中黄鼠狼又叫黄皮子 老人们说黄皮子极具灵性 有仇必报 千万不要去招惹他 而叶飞却根本不信 还要和黄皮子对着干 这天叶飞下班回家 买了一只烧鸡 准备犒劳自己 结果一转眼的功夫 烧鸡就不翼而飞 叶飞误以为家里进了贼 拿着木棍一阵好找 原来是一只黄皮子 偷吃了烧鸡 叶飞气得不行 追着黄皮子就要收拾他 混乱之中打断了他的一只腿 黄皮子一瘸一拐地溜走了 谁知当天晚上 家中就发生怪事 等到他清醒时 却发现躺在自家棺材里 经好是开棺材铺的 否则得下个半死 可自打那天起 就怪事连连 没睡过一次安稳觉 这天 叶飞跟马师傅说起此事 话说这马师傅 行走江湖数十年 见多识广 是大名鼎鼎的道师爷 为了弄清楚真相 马师傅来到叶飞的棺材铺 一番查找 并没有找到腰的痕迹 随后 让叶飞照常行动 而他自己 则飞身来到屋顶蹲守 活不其然 到了后半夜 发生怪事 就见叶飞像梦游一样 从屋里走了出来 令人意外的是 他的腿并没有动 而是飘在空中 如此诡异 就连身怀绝技的马师傅 也觉得奇怪 马师傅赶紧施法 打开天眼 没想 居然是一只 修炼成精的黄皮子 黄皮子 见马师傅气势汹汹 赶紧窜到屋顶 逃了起来 这时 叶飞终于清醒 回屋后 马师傅告诉他 刚才是只黄皮子 在捉弄他 而且 道行还不浅 若自己不开天眼 还看不到他 不过黄皮子 一般不会主动招惹人 除非先惹他 我也没招惹他们呀 那你仔细想一想啊 这时 叶飞才恍然大悟 一年前 他买了一只烧鸡 结果还没开吃 就被偷走了 哼 原来是你这么个小畜生 殊不知 正是那一棍 让他与黄皮子结了仇 我到时也没当回事 看来是了 黄皮子最记仇了 马师傅决定当何事了 可黄皮子已经跑远 先抓住他再说 于是 马师傅在叶飞家里 布置好阵法 又背上烧鸡和美酒 打算吸引黄皮子 做完这一切后 马师傅又假装睡觉 果不其然 半夜时分 一只黄皮子出现 黄皮子化为人形 盯上了桌子上的烧鸡 见马师傅睡着了 便开心地吃了起来 酒足饭饱之后 装睡的马师傅 突然开口说话 吃饱了吧 是不是可以谈一下 黄皮子急忙变身 临走时 警告马师傅 别多管闲事 原来黄皮子的孙儿 因山上闹旱灾 来此偷吃了一只烧鸡 就被打断了一条腿 导致他在上山的路上 被野狼给吃了 因此他要缠着叶飞 让他一辈子不好过 这事我一定要管一下 少说大话 我未必打得过你 但你也奈何不了我 既然如此 只能手下见真章了 双方大打出手 黄皮子并没有主动攻击 凭借着灵活的身形 不断躲闪 话音刚落 马师傅赶紧释法 开启了事先布置好的阵法 还没等黄皮子说完 叶飞就一把将他揪起 黄皮子心知逃不掉了 只能答应 与马师傅好好谈谈 他的要求也不高 只要叶飞每年3月3 9月9 带上烧鸡和好酒孝敬自己 双方恩怨 便可化解 叶飞虽不情愿 但想想这一年来 黄皮子并没有伤他性命 只能答应下来 见双方已经和解 马师傅立马解开阵法 放黄皮子离开 之后 马师傅手中的罗盘 突然转动 活不其然 真伤到吴老爷找来 说是他的儿子 突然昏迷不醒 马师傅仅一眼 就看出问题 十有八九 是被山精鬼怪给迷住了 马师傅也觉得奇怪 山精鬼怪 在深山修行 一般不会下山 与人结仇 马师傅问吴老爷 你们最近 可招惹过什么东西吗 或者 你们 有请过什么东西 吴老爷失口否认 马师傅也没有再问 随后吩咐吴老爷 找一个八字全音 童子之身的男子 小镇人山人海 犹如大海捞针 吴老爷问此人 有什么特点 抬头剑煞 逢读必输 吴老爷立马让管家去找 童子之身 我就是童子之身啊 我就是 找我就对了 爸爸 我饿了 管家找遍了三九成 一无所获 就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看到赌房门口 一阵喧哗 你们这么多人想干嘛 想打架是吧 我来 出钱呢 越来越想 叶飞天生拥有一项绝技 那便是逢赌必输 只要他压大 那就会开小 若是他压小 一定会开大 按理说这样的客人 在赌房最受欢迎 凭着这项技能 叶飞带街坊邻居们 赢得盆满钵满 事后 他也捞了不少好处 这天 叶飞在新开的赌场里 带着邻居们发财 看到这一幕 老板着急了 拉叶飞到一边说话 说自己只是小本生意 求他赢一把就行了 我也想 再说你们赌场是不是针对我 就在这时 赌场打手亮出腰间的枪 叶飞也不傻 立马认怂 谎称今天手气不好 就先回家了 在门口时 大伙兴高采烈的和他道别 改天再来照顾您生意 别别别别 别这样 告别老板后 叶飞欢快的离开了 老板不服气 让打手去摸清楚 叶飞的家底 打手抽出枪 就要杀了他 晚上 叶飞来唱春院寻开心 一进门 小二就笑脸相迎 小二立马安排上房 好生招待 楼下的外地客人觉得奇怪 小二解释 叶飞外号 逢赌必输 镇上的所有赌坊 都不敢让他进入 除非是新开张的 吴府的管家 听到这番话 猜出叶飞 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于是来到楼上 对着叶飞说出来龙去脉 听到有钱赚 叶飞便随着管家 来到吴府 还没等吴老爷说话 叶飞看到吴府的邪碎 害怕了 找了个理由 打算开溜 马师傅将他劝住 说八字全音的人 能看到鬼怪和邪碎 自己有办法化解 条件是帮吴老爷 找回孩子 马师傅拿出桃木剑 开谈作法 紧接着 拿出灯笼和摇脸给叶飞 最后撒下糯米 之后 口中念念有词 一眨眼 叶飞就进入了幻境之中 马师傅千里传音告诉他 千万不要让手中的灯笼灭了 路上遇到任何人 都不要搭话 直到找到吴壮 叶飞胆战心惊地向前走 不久 在一处戏台边 找到吴壮 还没等两人离开 台上的戏子 突然扑向叶飞 马师傅问他 有没有找到吴壮 叶飞虽见过他 但具体方向 他也不清楚 于是东指西指 马师傅也不再多问 随后拿出一只纸鹤 念起了咒语 让纸鹤去找 叶飞看到这一幕 十分羡慕 让马师傅收自己为徒 马师傅并没有同意 但还是告诉他 破解看到鬼怪 和邪碎的方法 条件是此生不能再度 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他 再说 吴老爷的儿子 很快就醒来 马师傅却告诉吴老爷 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 想必吴家有人 得罪了妖物 若是不化解恩怨 只怕妖物还会再来 听到此话 吴老爷脸色大变 却并没有说实话 最后让管家拿出酬金 答谢马师傅 此事并没有就此作罢 当天深夜 吴老爷手持铁锹 悄悄摸到后巷 从土里挖出一个小盒子 就在这时 房顶窜出一只白狐 你敢骗我 你别过来啊 吴老爷拔腿就跑 胡瑶紧追不放 就当吴老爷摔倒之时 好在遇到了马师傅 就在这时 胡瑶也幻化成人形 敢问前辈 住的是哪里的山 走的是什么路 住的九曲青秋山 走的是非因果路 原来是胡家的前辈 使经 得知马师傅是道师爷后 胡瑶反倒请他给自己评评礼 原来不久前 吴老爷的货 被山贼抢走 他以儿子为代价 与胡瑶做了一笔交易 事后 胡瑶帮他将货找回来 还将山贼送进了大牢 谁知事后 吴老爷却不认账 还请来大师 在家中布下镇腰法器 布紧泼下乌鸦血 还养了黑狗 夜里 胡瑶来吴府见吴家少爷 谁知 被阵法打伤 还被乌鸦血捉伤 看到院子里的黑狗 胡瑶只得先行离开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 胡瑶就迷了无状的精气 来报复 你在深山里修行了那么久 应当知道行善积德 你这样做 岂不是有为天和 在胡瑶看来 吴老爷最有应得 双方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胡瑶先是用九阴白骨爪 一阵猛攻 马师傅夺过攻击 随后施法 胡瑶只得献出真身 一旦被甩到 飞死即伤 吴老爷趁机开溜 胡瑶见状 飞身上屋顶追赶 此刻 叶飞正在巷子里 按照马师傅的方法 去除邪气 不料 被赌房的打手盯上 他们决定一枪崩了叶飞 和下一秒 真神啊 看不见了 逃跑的吴老爷路过 将他撞倒 叶飞的宠物鸡跑了 鸡 鸡我的鸡啊 黑灯瞎火的 打手认错了人 打中了吴老爷的腿 走近才发现 打错了人 就在这时 巡普听到枪声赶来 将两个打手 和吴老爷带走 真是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想不到叶飞的血光之灾 竟然在他身上灵验了 事到如今 巫妖才肯罢休 告别叶飞后 马师傅又踏上了 降妖除魔之路 隔天 他在面馆吃面 对面立春院门口围满了人 马师傅觉得奇怪 便问殿小二 殿小二告诉他 丽春院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但凡点了头牌 小桃红的客人 不思也废了 于是 马师傅进了丽春院 决定一探究竟 此时的伟哥 脸色发青 于是奄奄一息 只因他点了小桃红 马师傅一番操作过后 伟哥的脸色逐渐好转 可这些治标不治本 随后 马师傅找到了小桃红 那不知道这位爷想听什么曲 怨曲 我敢唱 你敢听吗 我若听了 你就放人 下一秒 水杯里的水 以及四周的所有物件 突然结冰 寒气不断蔓延 就连马师傅的胡子也冻着了 最后 小桃红唱起了怨曲 小桃红借唱曲 说出自己的身世 他因一曲斗鹅渊 得罪了一位军爷 被迈到了丽春院 后来 结识了一个名叫沈连城的读书人 真心真意待他 明日 我便去与亲戚借钱 帮你说声 八台大叫来娶你 临走前 小桃红将珍藏的玉琢 作为定情信物相赠 谁知那沈连城 一去不返 后来 小桃红因爱生恨 因怨念成魔 留在丽春院 是要杀尽所有负心汉 你也是可怜人 既然走了 何不放下呀 放下 我放不下 我恨 恨你们这些臭男人 薄情寡义 谁知马师傅小手一指 你是道士 小桃红心知不是对手 只得同意放人 但有一个要求 让马师傅去将沈连城找来 于是 马师傅来到寻谱房 局长告诉他 十年前 沈连城就失踪了 当年 他的弟弟来报过案 但兵荒马乱的 至今没有下落 最后 马师傅又找到沈连城的弟弟 弟弟告诉他 当年他的哥哥四处借钱 说是要取姚姐 结果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马师傅便问他 要了一件沈连城 生前用过的物件 随后 将他扔进火盆里 对着一只纸鹤 默念咒语 让他去寻找沈连城 马师傅一路跟着 最后 纸鹤在一户豪宅门口停下 这时 户主刚好回来 很明显 此人并非善累 而此处 也不是沈连城的住所 回到客宅之后 马师傅辗转难眠 夜里 他做了一个梦 沈连城向他求助 镜头回到十年前 毒鬼看到沈连城包裹里的钱 起了歹意 竟将他活活打死 还将他给小桃红赎身的钱 占为己有 而小桃红送给他的手镯 因吸收了怨念成精 化身在小桃红身上 那责人夺我财后 却是财运不断 沈连城告诉马师傅 那毒鬼抢到钱 不仅没有遭报应 还靠着那笔钱 发家致富 还请来大师 将他的魂魄 镇压在院子里 就在这时 马师傅从梦中清醒 财博懂人心 金银夺人命啊 马师傅连夜到寻谱房报案 隔天一早 寻谱便冲入毒鬼家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有人举报你谋财害命 藏尸家中 有搜 既然对着院子中间的镇魂石开挖 活不其然 发现了沈连城的事故 毒鬼也因此被抓 马师傅看到这一幕 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他发现空中的怨气散去 回去之后 马师傅将这一切 告诉了小桃红 小桃红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自己错怪了沈连城 此生无憾 来生无悔 小桃红跪下感谢马师傅 这时 手镯突然断裂 怨气消散 而醒来的小桃红 对这十年来 发生的一切 毫不知情 关于道师爷的故事很多 这三个故事 出自于晚年的叶飞 这是我见过最倒霉的小寡妇 冷气的夜里偏降福利 虽然男人是乞丐 好在长相周正 吃完 你再走吧 就当两人即将共赴乌山时 才发现屋子里躺着两个小孩 女人担心不方便 赶紧去收拾另一间屋子 期间 两个孩子醒来 趴在乞丐身上 就见乞丐截下打狗棒上的布条 露出的是一把锋利的枪头 女人听到动静声 赶回屋里 却看到两个孩子 被吊死在房梁上 女人大惊失色 仓皇而逃 谁知 门外还有更可怕的东西 女人胆战心惊 顺着门缝看 居然是一头起零 就当他回头时 乞丐拿着一把长枪 恶狠狠地戳了过 谁能想到 剧情反转这么大 女人竟是妖怪色化 双方大大出手 之前妖怪幻化的女人 有多温柔 如今现出原形 就有多么强悍 幸好乞丐身手了解 否则就跟篮子里的手脚一样 一番激战 女妖落了下风 却以一技仙僻 郑重她面脑 随后扒开一个洞 想要溜走 好在乞丐灵机一动 用绳子捆住女妖的脚 画面一转 乞丐托着一只黄皮子 从洞里爬了出来 外面是乱葬岗 原来女妖是黄皮子所 乞丐把她吊在树上 随后牵着麒麟幻化的毛驴 离开了此地 原来乞丐是一名 浪迹江湖的夜行狼 他们独来独往 靠闪妖除魔来讨生活 夜行狼一般长相雕悍 可陆黎却没轻木修 七年前 陆黎还是一名小铁匠 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 然而蜜月还没渡完 就遭遇横祸 村子里发生蝗灾 神婆说她的妻子是灾星 将她活活烧死 陆黎因受不了打击 直接崩溃 沦为起案 直到遇到她的师父 一位即将退休的夜行狼 为了后续有人 将一身本领 倾囊相授 这七年来 陆黎颠沛流离 她决定回家看看 谁知村庄 又遭遇大汗 还听村民说 正在故人捉汗拔 据《山海经》中记录 汗拔本是僵尸之族 又叫汉神 哪个地方有他在 就会有汗灾 不此之外 汗拔还保留了僵尸的恶性 喜欢吃人肉 陆黎进村的第一晚 就由汗拔来偷孩子 她二话没说 提着枪就追 期间空中闪现信号弹 原来 村子里还请了 其他夜行狼 就是这个名叫横须的壮汗 而他也不负所望 成功将汉拔困在了洞里 就当汉拔从另外一个洞口出去时 被陆黎一枪刺死 此时天降大雨 看来汉拔的传闻不假 夜里 陆黎回到了曾经的家 这里早已没有妻子的身影 变得破烂不堪 当初住在这里的一只老鼠 已经修炼成精 对于当年发生的一切 鼠妖了然于心 于是好心提醒陆黎 夫人的死 其实另有眼睛 它并非在心 什么眼睛 然而 话到了嘴边 鼠妖又支支吾吾 紧接着 又为自己算了一挂 还说即将大难临头 要去逃命 隔天早上 陆黎在院子里捡到一块青石 一拗头 看到一个青衣女子 竟然与自己的妻子 一模一样 此女自然并非陆黎的妻子 而是青石妖 照着她的模样 幻化成的人形 陆朗 你 会对我好吗 等到她回头看时 不见女子身影 陆黎将青石收藏 可没走多远 弄丢了 找不找无所谓 就在这时 一个孩子将她拦住 临丢一物 已替您寻德 请大人 到我家宅院来取 陆黎看对方诚心诚意 便没有拒绝 来到老翁家里 就见一家老小 跪在门口 毕恭毕敬 除了陆黎 还请来了 另外一个夜行狼 横须 老翁知书达理 拿出好酒好菜 款待两人 直言自己是虎妖 一生行善 搬到村子里才五年 不久前 闹汉灾事 他还开仓 救济乡亲们 而他派人偷走青石 是详请两位夜行狼 放过自己一家老小 然而一旁的横须 并没有理会 仗着七妖人的身份 竟当众调戏起了 老翁的女儿 还要将她拉到房间调教 话虽如此 可陆黎着实看不下去 扔出一只长枪 救下小狐妖 横须不愿与陆离分裂 又干起了打劫的勾当 谁知横须 得到了银两后 又踩死了小狐妖 昨天就该趁夜逃命 就想要个光明的领路 都说都傻了是吧 左腰做的这段糊涂 死也不愧 关键时刻 陆离于心不忍 出手阻碍 你夜行狼 他狐妖 夜行狼有自己的规矩 见到妖就得出 彭须将匕首扔到桌子上 让陆离决定狐妖的生死 见狐妖得行 我身干惭愧 但我毕竟是个夜行狼 今日我不能救 还请收我以外 狐妖原以为自尽 可以换回一家老小的性命 谁知当陆离走远之后 横须大开杀计 狐妖一家 没有一个活口 这就是夜行狼的行规 以降妖除魔为己任 是妖就该杀 而轻蚀幻化的女妖 却在陆离的庇护下 安全离开 我去狐妖家救你 是不想让你死于那横须之手 你终究还是一个妖 你走吧 很明显 陆离并非铁石心肠 狮妖没有走 安安静静地坐在对面 含情默默地看着她 这让陆离既喜欢又烦恼 张玉驱赶时 鼠妖再次找来 你可知道 这精神的来历 大兄 小子不能泄露天机 隔天 陆离赶走狮妖 又踏上了夜行狼的旅程 三天后 陆离在一处茶棚邪叫 被一群村民拦住 请他帮忙降妖出魔 前方山上铸蚀一粒人 那蛇妖和丽人住在一处 陆离当即提枪去收妖 在上山的路上 看到一块生人无尽的牌子 转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蛇妖 只有一个浑身长满力疾的男人 这里只你一人 我妻子在屋来 可否见见你妻子 丽人不愿多说 抡起斧头 就要赶他走 就在这时 女人捂着肚子 从屋里走了出来 你妻子是蛇妖 即便如此 丽人还是拼命护住妻子 女人直言 自己是蛇妖 与丈夫在此居住十几年 从没有想过害怕 叶行狼的职责 就是降妖出魔 无论丽人如何解释 陆离都没有心软 男人不是被他杀的 是自己想死的 你我吃我鬼 原来 男人因身患力疾 被家人抛弃于荒山野岭 幸好被他的妻子救下 还以胆汁为药眼 帮他续命 至于昨晚偷羊 实属无奈之举 只是为了给患病的丈夫 补充营养 人妖殊土 妖就是妖 你永远都不会懂 你不配妖气 话音刚录 丽人便抱着蛇妖的尸体 冲进火海 陆离看到这一幕 内心犹如一万头草泥马踏过 难道自己错了 看着燃烧的大火 陆离回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当年 她也是被活活烧死 其实陆离并非铁石心肠 几年前 她也曾大发慈悲 饶过一只女妖 谁知刚一回头 就被女妖砍伤 居然对妖动了自己之心 你也可以当夜行狼 还好师父及时赶 果断将女妖斩杀 我生了你 心不死 做不了夜行狼 师父将她训斥一顿 便与她分道养妖 因为夜行狼 本就是毒来毒往 就在这时 鼠妖赶来报警 说横须将石妖给抓走了 也罢 她本就命该如此 你怎么这么糊涂 横须 把她交给三郎了 当年 陆离还是小铁将士 为了让妻子过上富裕的生活 每天早出晚归 殊不知 恶霸刁三郎 对妻子的美貌 早已垂涎已久 打着取刀的名义 想要霸王硬上宫 见女人愣是不走 于是散播谣言 说她是灾星转世 导致村子里闹荒灾 串通神婆来陆离家 将陆离的妻子给抓走 什么灾星复星 那都是我一句话的事 你要是现在从了我 一切都还有机会 女人为了保护丈夫 应是一个人 扛下所有 导致她被活活烧死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陆离的妻子 其实是被奸人陷害 直到七年后 陆离才知道来龙去买 让陆离不知道的是 妻子在临死前 将对陆离所有的感情 倾注在一块青石上 之后 青石幻化成妻子的模样 站在村口等她回来 整整七年日复一日 如今的刁三郎更加大胆 竟然买通了 同为夜行狼的横须 将石瑶给抓了起来 如此伤狂 陆离决定去了断恩怨 提枪着上了刁三郎 转个圈 跳个舞 来吧 少爷 这三郎是这村里管事 我们在这儿 有肉吃 有酒喝 还干什么夜行狼啊 你真为了这小妖而来 你若真喜欢 带走便是 过去的七年里 陆离浪迹江湖 以斩妖除魔为己任 从没有多想 如今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人心的恶才是最大的事 眼看陆离翻了脸 腾虚心之目标不是自己 于是装睡 而刁三郎 则假装扔鞋 喊来一群护怨 围攻陆离 可这些反腐俗子 怎是陆离的对手 就见陆离挥动长枪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就将他们团命 刁三郎提刀来战 然而 却连两个来回都不够打 恒虚大侠 你还不出手 我有四项皇帝 适才如命的恒虚 剑前掩开 不惜偷袭 同为夜行狼的陆离 幸好石妖舍命相救 虽用此举 保住了陆离的性命 可自身却因伤势过重 回天乏术 刁三郎趁机提刀 就要取他性命 鼠妖见状 剪断了老驴的绳索 随后化作麒麟 闪亮登场 一个女人 为你啄了两回 真是让人羡慕 就让我来做个事 还没等刁三郎反应过来 就被麒麟的三妹真火 给烧了 横须心之不是对手 立马化身强偷草 这次陆离没有信任 虽没有亲手杀他 却将他吊在林中 只因此处 是狐妖修行之地 说罢便牵着毛驴 扬长而去 碰须作恶多端 也算咎由自取 一开始陆离将轻蚀 葬在妻子的坟前 此时他才明白 妻子一直在他心中 随后踏上了江湖之路 不过与之前不同 谁是人 谁是妖 其实都不重要 他要除的是恶物 你无论的